乌克兰工兵小心翼翼挖出俄军投放的卫爆弹 这枚杀伤力强大的改良版FAB500炸弹 就掉落在战况激烈的赫尔松 根据乌克兰媒体掌握 乌军似乎已突破俄军在赫尔松的防线 反攻进度大推进让外界更加关注 在赫尔松俄军占领区的乌克兰平民 如何在俄罗斯控制下求生存 赫尔松二战区的乌克兰人揭露 俄罗斯控制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医疗资源 威胁乌克兰人如果不申请俄罗斯护照 将无法获得药物甚至是胰岛素 这样的行径被炮轰根本是1937年纳粹翻版 俄罗斯不只把医疗当作武器 也不断用大内宣攻击西方阵营 现在竟连发型都被当作话题 这是俄罗斯军事记者发文批评 说捷克时下流行的发型 头上有小触角玩如恶魔造型 控诉西方有崇拜恶魔情节 不过引来大批网友嘲讽 说恶魔也比不上俄罗斯总统普廷 而在普廷宣布动员令后 征召规模不断扩大 但有好几名俄罗斯动员兵出面控诉 他们不是站在后方防线 而是被派去前线激战 而且是在没有任何训练和后勤保障的情况下 今年6月起乌军在南部战线加强桥梁站 打击连接克里米亚和赫尔松的穷哈尔大桥 而二军原本宣称近期就要修好破坏的大桥 如今日期一拖再拖 可能超过两个月 嫌弃二军在赫尔松陷入危机 谢谢李月琪整理报导